南韓國防部同駐韓美軍在星期四晚至星期五的清晨更換了位於慶尚北道星洲郡的薩德基地攔截導彈 但中國對於韓美例行的裝備更換表示反對 根據韓聯社的報導稱這隻更換薩德導彈型號數量相同 搬運的設備包括發電機、電子裝備、攔截導彈等等 但導彈發射架不在其中 南韓國防部沒有提到更換的導彈具體數量 報導說更換的部分老舊的設備和薩德系統性能改進是無關 報導還引述有關人員說南韓方面事先已經向中國方面通報了情況 並且徵求中國的諒解 中國一直反對美國向南韓部署薩德系統 堅決反對美國在韓國部署薩德系統 這一立場是一貫很明確的 中韓雙方就階段性處理有關問題 希望航空是嚴格遵守 韓聯社是引述南韓國防部一位未透露4名官員說 新導彈和駐韓美軍現有的導彈型號是相通 新打印的方式 新打算標籍 自然之間 新打算標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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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開存標籍 新打算標籍 新打算標籍